之前在6月13日,普京提出和谈条件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七国集团公开拒绝。 6月14日,七国集团联合声明,公开干涉中国内政,魔爪深向南海和台海区域,干涉中俄正常交往,诸如此类霸道行径屡见不鲜。 2024年7月13日,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特尔特尔表示,乌克兰已从白俄罗斯边境撤军。 这发生在7月3日至4日,7月3日4日,时间点非常微妙。 7月4日,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援手理事会,第24次会议中,正式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。 一是中百联合军演,白俄罗斯刚刚加入上河组织,中国军队就立即出发,抵达了白俄罗斯,准备7月上中旬,举行雄鹰突击联合军演。 显然一切操作都是既定程序,早已实现计划好,按照计划推进,完全不存在变数,这充分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绝对信任。 演习地点位于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附近,布列斯特州西陵波兰,南接乌克兰,是进入白俄罗斯的门户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 演习选在这个区域,战略意义特殊重要,值得关注,这次演习的时机十分微妙。 最近乌克兰频繁骚扰白俄罗斯边境,两国局势高度紧张,此时联合演习,向北约阵营传递何种信号,同样值得品味。 中白联合军演,以反恐行动为背景,完全符合上和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,反恐。 多年以来,通过联合反恐演习,大型国际活动安保、情报交流会议,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联合工作小组等合作机制,上和组织成员国的务实合作,得到了不断推进和深化。 上和峰会期间,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伊夫表示,上和组织已成为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之一,这个说法实至名归。 目前世界范围内,除了美国为首的北约32国之外,只有上和组织具备同等层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。 在白俄罗斯加入后,上和组织拥有十个成员国,两个观察员国,十四个对话伙伴,常规军事力量中国俄罗斯足以利抗美国欧盟,核武器总和比北约还多。 随着芬兰加入北约,白俄罗斯加入上和,目前上和组织已经直接与北约国家毗邻,当今世界,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,必须与其他国家形成合作,才能提升本国的生存能力。 这是上和组织存在的意义,美国西方的霸权思想更深蒂固,试图永久维持西方对世界的掠夺优势,霸权主义就是霍乱世界的根源,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,不可能维护世界和平,因此上和组织作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之一,有足够的理由发出自己的声音。 二是蠢蠢欲动了北约。2024年5月10日,俄罗斯开始进攻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地区,乌克兰在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捉襟建筑,兵力不足已经成为最严重的问题。 通过扯动乌军防线,俄军实现了全面突破,为了牵制俄军攻势,北约试图通过威胁白俄罗斯,甚至主动攻击白俄罗斯来改变俄乌战争的被动局面。 6月29日,白俄罗斯国防部,特别行动部队指挥卢卡守维奇表示,有大量乌克兰武装人员被部署在白乌边境地区,乌克兰甚至在边境附近,部署了电子侦察观测系统。 7月1日,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,乌克兰军队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,集结不仅仅是白俄罗斯的问题,也是俄罗斯需要面对的问题。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多次公开强调,白俄罗斯不会卷入俄乌冲突,但是从历史上,看白俄罗斯一直就是沙皇俄国以及苏联,与西欧强国爆发冲突的最前沿。 西方要攻击俄罗斯,绕不开白俄罗斯和乌克兰,因此白俄罗斯想袖手旁观明者保身并不那么容易。 6月25日,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议会宣布,该国已经部署了数十枚俄罗斯战术和武器,原因是白俄罗斯面临北约的威胁,并强调其现在拥有核威慑力量以保卫本国。 但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关于核战争的宣誓,并不足以下退北约,因为北约似乎掐整了俄罗斯的脉门,认为俄罗斯只是虚张声势,不可能使用核武器。 俄罗斯有多大意愿为白俄罗斯与北约爆发核战争,这是一个未知题目。 既然如此,北约缩使乌克兰主动攻击白俄罗斯,似乎是一个低风险的选项,北约已经对白俄罗斯大兵压境。 白俄罗斯国防部指出,超过两万人的北约军队,在波兰境内集结,来到白俄边境威慑白俄罗斯。 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美国军人,除了北约军队,乌克兰军队也时常在边境试探虚实。 如果不使用核武器,白俄罗斯只有4.5万军事战斗人员,面对北约部署在波兰边境的两万精锐,基本必败无疑。 既然和威胁失效,那就只有强大的常规战争军事实力,才能让北约知难而退。 三是中国一个营。 在乌克兰战争中,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头号盟友,它给俄罗斯提供后勤支持和空军基地,但没有提供军队。 白俄罗斯位于战略十字路口,不仅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相邻,而且还与北约和欧盟的三个成员国,波兰、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邻。 欧盟于6月29日对白俄罗斯实施了新的经济制裁。 长期以来,西方军事分析家将苏瓦无击缺口,视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任何冲突的潜在爆发点。 他们担心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占领该要地,切断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和其他北约国家的联系。 1990年3月11日,立陶宛恢复独立以来,与波兰的边界长度是104公里。 它从立陶宛、波兰、俄罗斯三边交界,向东南延伸至白俄罗斯、立陶宛、波兰三边交界,是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阵营的边界。 从北约军事战略角度来看,立陶宛至波兰边界,又称作苏瓦无击缺口,代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非底加里宁格勒签。 一块难以防御、平坦、狭窄,且连接波罗的海三国、波兰,与其他北约成员国的缺口,因此北约长期在苏瓦无击,部署强大兵力威胁白俄罗斯。 7月8日,就在华盛顿北约峰会开幕的前一天,中国和白俄罗斯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。 联合演习将一直持续到7月19号,演习的地点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5公里,距离乌克兰边境50公里。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,北约将这次军演视为对自己的挑战。 在这次联合军演中,中方出动了大约一个营的编制,但是解放军这一个营不简单,携带了大量的先进武器,还有可能包括侦察机器狗和战斗机器狗,在内的最先进装备。 北约应该是收到了中方通过演习传递的决心和信号,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,俄乌战争战事不升级,战场不外衣,各方不攻火。 如果北约攻击白俄罗斯,必将爆发大战。 7月13号白俄罗斯宣布,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两国边境地区撤离,随后白俄罗斯部队也将会从边境地区,返回自己原来的驻扎点。 一场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边境危机,就这样化解了。 就这样,白俄罗斯吻了,毋庸置疑,白俄罗斯加入上河组织,中国军队到北约家门口举行军演。 就是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撤军的直接原因,俄罗斯核威胁没达到的目标,中国一个营就做到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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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